再来我们要在这个用来接收Google表单资料的试算表里面 再建立两个工作表 我在左下角的加号按两下 新增两个工作表之后 其中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我给它取作白名单 当然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需求来取 那我是为了很明确的知道 这一个工作表是要用来做什么的 所以我给它取名叫白名单 取好之后 我回到表单回应里面 把电子邮件地址这六个字复制起来 请注意我一定要复制这一个 这样子我后面做第三个工作表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那如果你要取其他的名字的话 你在第三个工作表的工作会有一些复杂 所以请注意 把表单回应里面的电子邮件地址复制起来 复制之后 把它放到白名单工作表的A栏第一列 把它贴上去 用来作为A栏的标题 贴上之后 麻烦我们把A栏拉宽一点 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拉宽它 白名单好了之后 我们再来设定我们的第三张工作表 那这个工作表是用来存放我们真正想要看到的那些使用者的回应 所以名字各位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取 我给它取的名字叫真正要收集的回复 好了之后 我在A1这一个开始打公式 要打公式 我按下等于 我们第一个要使用的就是Filter F-I-L-T-E-R 括号 那第一个 它要我们分析Filter的范围 它的范围就是表单回应里面所有的回复 所以你要把这里的每一个栏位都选起来 那我是A到F 因为我只有到F这一题 如果你有后面很多题记得全部都要选起来 好了之后按下逗号 范围好了 接下来要设定条件 条件呢 它本身也是一个公式 我们使用Vlookup公式 V-L-O-O-K-U-P 括号 那Vlookup第一个我们要搜寻的范围 就是表单回应的B栏 只有B栏 所以我在表单回应的B 点一下 它就会替我们选好 按下逗号 那它的范围呢 则是白名单 我们把白名单的A栏点下去 如果你刚刚没有把它拉宽的话 现在你A栏你会很难点 所以记得我刚刚讲的 先把A栏拉宽出来 然后呢 逗号打下 所以 因为我的范围只有A这一栏 所以我的所影也只能有1 也不会有2或3或4 因此所影我打1 在逗号 最后排序 我们没有排序资料 所以我要打FALSE FALSE 好了之后 括号起来 那这个结果呢 要大于0 这个就是我FILTER的条件 那我FILTER也只有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好了之后 我再加上一个尾巴的括号 把这一个函数完成 完成之后 按下ENTER 你就会发现神奇的事情 我虽然只做了一个FILTER的函数 然后让大家来试看看回应